這是一台2021年式的福特Focus ST-Line Lomo 而且還是Sedan版本的 而我今天就要駕著它前去 據說非常有機會是英語萌萌的台中 以Focus ST-Wagon為主題的車駒 我現在真的有一點擔心 你不覺得這個天色灰的有一點太over了嗎 我剛剛一度以為我自己戴了墨鏡出門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一股不祥的預感 你可以用你身為台中人的直覺告訴我 我朋友是不是在豪小 這可是你說的喔 雖然這些都不過是老生常談 不過每一次試到Focus都不禁會為它 非常出色的中央扶手的容量 而感到讚嘆不已 你看小小的置物箱承載了多少的旅途中的希望和夢想 好啦我們要出發了 本來應該是要和你分享一下 到底我今天為什麼會有想要開始一台Sedan 去參加一個Wagon場子的想法 不過剛好今天遇到這樣的天氣 也給了我們一個好機會來深度的體驗一下 到底Cole Pilot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中 它的表現如何 因為我突然想到我曾經有一次在雨中使用ACC 然後突然失靈的這種經驗 可能還是要等雨勢強一點的時候再來評斷一下 因為我上次遇到失靈那一次 它是一個狂風暴雨的黑夜 所以老實講它的這種探頭拍不到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之所以會想要去參與這場盛會 無非是想要親眼見識一下ST Wagon 去好好感受一下這台廣受網友們喜愛的性能旅行車的威名 尤其這台車的問世填補了長久以來 一個車迷心目中的一個軟樂就是當性能跟家庭可以完美的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新選擇 假如你今天是一個預算比較有限的車友的話 我真心認為四門的ST Line Sedan也或許是在本質上最接近ST Wagon 而且又是一個更親民的替代方案也不一定 畢竟你要知道這個Sedan的本質還是令它的行李箱空間比著標準的五門型號 有著將近170公升的容積的增幅 再加上均衡一點的配重跟一個更討喜一些的路感 對於有這種實用性考量的家庭買家而言 真心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而且老實說在運動風格的詮釋上 它真的做的比較內斂比較沉穩一點 合乎一個成年人應有的格調跟風範的 非常好 重點是 雖然這個山浪是模擬的 但也是非常好 正如你所見的 現在的雨是基本上已經只能用Ponto來形容了 可是它居然還是可以跟線 對啊 這個已經 即便是人眼你都會覺得在辨識上有一些問題了 我們還是可以很一派悠然自得的積去想想 你看這個雨刷作動的頻率 我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它變快了 你到哪了 我如果跟你說我現在在苗栗 你會很吃驚嗎 我不會吃驚啊 你塞爆了嘛對不對 塞爆了 現在終於暢通了 你等我一下 你先去享用美食嘛 喝個咖啡嘛 沒錯 我還活著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快要抵達力寶了 首先 我必須要先和剛才打給我的那位好朋友碰面 因為他最近恰巧也入手了一台ST-Wagon 尤其他本身又是一個 死中的B&W跟VAG的支持者 我也真心想知道 為什麼他也會找到ST-Wagon的到 全身都先用不著 要在架表面的 雜不雜嗎 你自己看 雜不雜嗎 我說快拆的複雜人嗎 對啊 我是對小朋友的腳踏車不了解 這是很了不起的設計 我覺得蠻厲害的 我還喜歡車的爸爸都蠻奇怪的 沒有 這他挑的 你不覺得到這邊我們就開始有一點憤恨不平的感覺嗎 為什麼我們不能是其中一個幸運的人 你是不是等一下就要去貸款了 沒有 各位觀眾真的是太震撼了 就在我還在思考到底這個活動會發生在什麼樣的地方 就看到那一整排 陣仗非常驚人的ST wagon 這麼多台 是全台灣的ST wagon都來了嗎 你覺得哪一台最好看 好像其實都長一樣 這好像新車的PDI 先聯繫一下那個主辦單位 車沒事停在廁所旁邊嗎 好 謝謝 好 拜拜 不知什麼緣故的 或許可能是因為我們開的是一台四門的STi Lomo 所以我們只能停在廁所旁邊的圍牆旁邊 真的不是你的錯 對 你是很帥的 但我們朋友的ST wagon就可以停進去 入列了 我們去廁所旁邊停車吧 這台四門房車還是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對啦 因為這種中小型的房車 又要性能控 又要摔 又要有一點點機能 真的是變成是一個很Niche的車種 可是你不會覺得它ST wagon不舒服嗎 需要一組好的避震器就好了 所以你覺得其實現在原裝還是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我開過我們的ST hatchback跟這個 我覺得沒有電選的比較好開 這個已經有點跳 但是它跳的方式是因為阻尼 或是彈簧也好 車身本身讓你的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避震器只要換一個好一點的 就會舒適很多 對啊 我覺得很好做 喔 很好做 他也很喜歡 你不能問一個時常做 意思是用M3改避震器跟R3的避震器的老婆嗎 也是好像問錯了 對 這是一個硬派的家族 家裡都是紅紅紅的那種 紅紅紅 而且我剛在那邊看到一台改Race的 好帥喔 你本身那麼了解BMW跟DAG 你覺得這個車它的實力 有辦法跟他們的車批底嗎 撇開那些什麼內裝質感啦 然後組裝品質 我覺得它可以 性能層面 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它的同級對手 你只能拿最直接Skoda來講就是Oxavia RS 那我會覺得他們兩個是PT的 PT的 可是你覺得跟GolfR呢 GolfR是有點等級懸殊 如果RS Ford Focus RS 有出一台Wagon版本 我覺得會是同等的 因為上一代就是四傳的RS 所以我覺得ST就是落在GTI Focus RS可能會是在Golf 或者是VAG裡面的R的等級 對 先解決肚子餓的萬極 先吃 等一下再拍彈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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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車是在哪裡 灰色 在不知名的某處 喜歡這台車嗎 相當喜歡 怎麼一個喜歡法 因為我上一台車是仙草 我從仙草轉到這一台車來 我才發覺到說 哇 原來這就是車 哇 要空間 有空間 要馬力 有馬力 完全可以感覺出來你很滿意 對 真的是非常 帶著家人 非常令人羨慕 烤肉 然後車具 GolfGolf 喔 真的 試試 為什麼會想考慮這台車 你之前是開什麼車 我之前本田米 本田米 本職的本田 因為以前開本田就覺得 本田是應該啊 福特應該還好 福特也行 所以一直都是一個性男迷嗎 類似啦 知道嗎 類似 標載 不是標載 就是安全的升級 然後滿足就是一些開車的樂趣 所以太太也喜歡開快車嗎 沒有開快車 可是她 乘坐快車 類似 就是可能從認識她不懂 跟我就是 跟久了以後 就吃苦吃久了 欸 吃苦吃久 對 由此可見 Focus ST車主 不只擁有這台車讓人很羨慕 連家庭生活的和諧程度都讓人很羨慕 我覺得這就是做像今天這個題材 讓人覺得很痛苦的地方 明明這就不是有任何業配或置入的影片 可是當你看到現場有這麼多的ST wagon的車主 當他們可以享受這麼樣子正點的一個combo 你真的是不免會感到非常的誇張的忌妒 你知道剛才在跟車友們聊天 拉迪賽的過程 就會發現當中其實不乏重度的汽車玩家 我也真的是很訝異 本來應該要很劍拔奴彰的高性能車聚會 居然可以如此的溫馨 而且當中的家庭的相處就是這麼樣子的融洽 當你有這麼樣一台 非常實用 而且重點是 這麼樣子一個 讓你我 久違了的package 完美的家庭房車 讓人羨慕 半小時 十段 那 楝 immediately 給倒 ability